今天你的死刑我来执行 今天是电刑 电是两万伏 所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想再加大一点电量 省哥说什么都能记得出 看 让我走得再步步计防一点 沈腾是影坛近几年的后起之久 虽然演的电影比徐征黄渤等人少 但受欢迎程度和知名度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弱 除了演电影 沈腾在春晚的表现 是大家认识他的最直接的途径 一部服不服 一部投其所好 就让沈腾成为了心情的小品王 之后主演的夏洛特烦恼 更是让沈腾成为了最强喜剧明星 有关注沈腾的网友就知道 沈腾搞笑功力都是新手拈来的 这个人在搞笑路上绝对是一把手 他参加欢乐喜剧人 获得了第一季的冠军 而他真正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与玛丽和作主演的夏洛特烦恼 凭借这部电影一夜走红 还收获了15亿的票房 沈腾不只是会搞笑 他的演技也是不容小觑 有演技又有幽默细胞 也是观众喜欢他的原因 随着走红 沈腾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好 他在羞羞的铁拳和西红柿首富 都有不错的表现 即使他一脸正经 依然能把很多人逗乐 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开心麻花团队的艺人 除了他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例如玛丽艾伦长演等等 近几年都有着不错的发展 可以说 沈腾也把公司的其他成员都带红了 不过今天小编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沈腾跟谢娜 相爱相杀的情节 说起太阳女神谢娜 绝对是赞不绝口 作为一名女主持人 绝对拥有一级之地 不仅如此 谢娜在唱歌跳舞方面 也是非常的全面 样样都行 这么多年来 在快本 兢兢业业的工作 给许多人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 但凡是节目中有需要的 她都会使出浑身招数 撕毁形象式的表演 凭借自己幽默搞笑的主持风格 圈粉无数 大家可能不知道 谢娜实际上与沈腾有着深厚的联系 在我是演员的节目上 沈腾谈起在自己还不红 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的时候 沈腾就和谢娜的关系不错了 沈腾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谢娜包了一个红包 但是脑洞大开的沈腾跟别人不一样 她没有收这个红包 反而表示 这红包并不敢收 因为不知道 谢娜后面会不会拿这个红包坑她 我刚刚就是得子嘛 然后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红包过去 她回了一个不敢收 听了沈腾的一番解释 长下的观众导师 再也憋不住地笑了出来 谢娜经常与沈腾之间开玩笑 也难怪谢娜和沈腾 都时不时地在荧幕上上演 互相撕裂的场景 早些时候 谢娜已经主持了老综艺节目 快了大本营 然而当时的沈腾还没有现在那么出名 她只是一名话剧小演员 从未去过快乐大本营 所以她很想去一下快乐大本营 所以她给谢娜发了一条短信 谢娜在当时也是秒回了一个字 滚 后面补充道 我自己都还没有在快乐大本营扎根呢 怎么带的呢 当看到谢娜的回复时 每个人是不是都很心疼沈腾 但是这也能看得出来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不错的 说出来也只是为了娱乐大众吧 你喜欢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吗